歡迎收看突發奇想 我是安又齊 陳佩琪被爆料 原來上個月跑去看了好幾棟 一來一去的豪宅 而且身邊還有金主培嗎 如果這是真的 那這個金主到底是誰呢 爆料的民眾黨前新竹縣黨部的執行長 林冠年就雨帶玄機的說 是不是跟金華城或者是北市科有關呢 而且這個光是1.2億的豪宅 很多人的這個專家幫忙算一算 自備款就至少要七千萬多起跳 那這個以陳佩琪跟柯文哲 最新的財產申報來看 這對夫妻付得起這個錢嗎 那如果爸媽付不起 現在人在日本讀書的兒子 陳佩琪又為什麼有把握 兒子將來付得起呢 這個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難不成柯文哲 真的有傳說中的小金庫嗎 不過講到這個小金庫呢 就得講到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金流到現在都還說不清楚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這個黨工跟志工 忍不忍了跳出來爆料 而且他們爆料都建置木可公司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黃珊珊現在被這個停權三年處分 這一些質疑就能夠從此止血嗎 對於小草門來說被騙了感情又被騙了錢 這叫什麼 這不是詐騙集團嗎 所以民眾黨現在已經出現了 擋不住的跳船潮嗎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舔 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舔 陳東豪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 四叉貓劉宇 大家好 武黨籍桃園市議員 宇北陳將軍 又齊好 大家好 財政家 秋敏寬 又齊好 大家好 好 民眾黨連開了兩天的查賬記者會 結果就是小草看到哭 都在講說 這到底在講什麼 偏偏在這個時候 陳佩琪還被爆料 上個月去看了好幾棟亦來亦去的豪宅 所以就請教大家這個敏寬 說好的居住正義呢 而且到底錢從哪裡來的 義無反顧 買一間 而且還是東看看西看看 又齊你知道什麼叫東看看西看看嗎 一間八十坪 據說裡面室內空間 大概五十幾而已 下面有車位 所以八十坪不夠大啦 有沒有雙拼呢 剛剛好 所以東看看西看看 剛好兩邊各有一間 柯文哲現在一生全部都是火 想不到陳佩琪還提油就火 為什麼呢 有一句話說 搖啊搖 搖到外婆喬 錯了 今天的順口六是 搖啊搖 三十歲要結婚 豪宅媽媽幫你找啊 那現在先跟各位說 大家都在說 錢從哪裡來 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再跟各位談喔 過去二三十年來我看過有人選舉 選到賣房子 選到離婚 選到破產 選到跑路 沒有看過人買 選舉選到可以買豪宅的 而且這個豪宅 還是那種一百塊兩百塊 小草在那邊捐捐捐捐捐捐出來的 所以今天呢 胡彩平他就說了 這個豪宅絕對是傷害小草最嚴重的事情啊 各位去想想看喔 之前2014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我付債八百萬 我跟我太太還特別去貸款 貸款了兩千萬 我們現在去想想看 連勝文住在哪邊 連勝文住在地堡 結果過了整個各位十多年之後 他們家自己養出連勝文來了 這成什麼樣子啊 各位這成什麼樣子嘛 好 今天早上很特別 柯文哲特別一趟路 跟太太一起去上班 為什麼呢 陳佩琪今天早上還是掛門診 下午一點鐘要開會 開什麼會呢 台北聯合醫院針對人頭公司的這件事情 要開會 會沒開多久 才開30分鐘左右就出來了 據傳陳佩琪一臉凝重 大家問他 他就說大家小心 大家小心 然後就咻的一下溜進了計程車 就跑掉了 就跑掉了 現在是沒有回答 任何的一個問題 但昨天的中平會呢 各位先跟各位說 可以說是出大事的 也可以說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現在民眾黨呢 整個黨全部被打穿了嘛 你說紀律 沒紀律 你說財務 也沒財務 特別是重點是大家怎麼看 看不懂 怎麼會錢 整個錢處理的荒腔走板 所以昨天的中平會呢 第一個出來端木正 李文中開除 可是李文中開除都可以開除 沒有離開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沒有離開基金會的董事長 黃珊珊停權三年 好多人說 市長夢正是夢歲 這個要加淡書 民眾黨的市長夢正是夢歲 但各位別忘了 為什麼黃珊珊會在民眾黨內 數敵甚多 上次選舉他不是掛五黨籍嗎 好多民眾黨的金主 好多民眾黨的高神就說了 你用我們的資源 用我們的錢 用我們所有的一切去打臺北市長的選戰 你掛五黨籍 怎麼戴小雞 這件事情會不會又重演一次 再跟各位說 他目前停權三年對不對 民眾黨不能掛 很簡單嘛 掛五黨籍就好啦 他過去是親民黨的別忘了 最少是國民黨的哦 好那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說看似很嚴重 但好像是高高舉起親近放下 但現在先跟各位說 上面呢 現在還在演那個過場戲啊 下面撐不住了 發生什麼事呢 柯粉的護理師這個叫張雨喬 講張雨喬大家沒感覺啦 我先跟各位說這個張雨喬是誰 這個張雨喬就是小草的一箭頭啦 簡單的跟各位說 過去跟民進黨喊打喊殺的就他 沿路跟喊打喊殺的就是他 粉絲業直接都對幹 那粉絲業對幹之後呢 想不到呢 這個張小雨啊 張小雨這兩天直接出來嗆聲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民眾黨講清楚吧 你們不能只有入黨的整個所謂的說明啊 我現在要退黨 你給我把退黨的說明跟我說 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說越想越氣啊 氣哭三次啊 然後就說越想越 越差這次我們不能講 越看越噁心 特別是點名所謂的戰狼夫妻 所以現在直接他說他要退出民眾黨了 他已經說要直接退出民眾黨了 所以呢這個叫張喬雨的 他直接要退出 再跟各位說這個是小草頭 這個是小草頭 這個他一退出之後 會一大堆人 整股肉絲堆一趟 一定會很多人跟他走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柯文哲本性有沒有改變 沒有 柯文哲說謊還是接二連三啊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 第一個監察院再度的 重申 昨天黃珊珊為什麼開會開到第二天 今天第三天直接會議停掉 昨天黃珊珊還說氣呼呼的 就說 我再次聲明監察院沒有提到 兩千萬的事嘛 結果今天呢 監察院再度的重申 他就說 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民眾黨的會計報告書 登載是未完整的 所以監察院再度的重申 四月七號當民眾黨的政治獻金案 申報之後 隔一天 四月八號早上八點二十五分零七秒 就直接推薦了 監察院再度的重申 要求他們補證 然後他們中間連續一直補證 補證到七月二十三號嘛 民眾黨是連續補證補證到七月二十三號嘛 那柯文哲說 他不知道不曉得不清楚 是不是說啊 說謊不打緊接二連三 這是第一件事情哦 所以這把火燒完了沒有 各位這把火還沒有燒完 結果現在這把火沒燒完 不打緊還燒出了案外案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館長跟小牛直接對嗆起來了 為什麼發生什麼事呢 小牛說 當初民眾黨很小的時候 他就進去了 他們從最吵的時候 是所謂的開黨的黨員 起初很小 沿路越走越大越走越大 但是闖了這麼大的事 整個小牛柯玉安他直接說嘛 現在我們黨內 有人敢去談木殼的爛杖嗎 不敢 有人敢去說 只對說到底李文中那邊發生什麼事嗎 都不敢 結果呢 這個館長呢 他現在就直接嗆 他就說 小牛你這麼會編故事啊 民進黨趕快拿去用啊 但現在呢 小牛直接說 館長館長 你快下車哦 你趕快逃哦 木殼的爛杖 上了車就下不去了 所以簡單的說 目前上面的人呢 現在是想走的走不了 誰走不了 柯文哲走不了 陳佩琪走不了 黃珊珊走不了 陳志涵走不了 其他該走的 一個一個都在走 但是陳佩琪為而看豪宅 真的是傷透小丑的心啊 七年多來喔 民進黨的居住正義跳票 色彩永遠在規劃中 是誰欺騙了年輕人 是誰讓年輕人如此的無助 我哪有去看1.2億的房子 結果我也說 時間是有去立法院那邊逛過街 但是我沒有去看過什麼房子啊 一出門就被媒體團團圍住 原來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十九號被前民眾黨黨員 林冠年爆料 七月卻看了一戶要加1.2億元的房子 不過被問到這件事陳佩琪先是說 沒有 後續才有改口 對啊 因為想要兒子結婚了 對啦 當然啦 兒子都30歲了 他就是想要幫他結婚 有在到處晃晃看房子是沒錯 先說沒看房後面又改口 是幫兒子結婚到處看新房 不過會突然轉彎 也是因為被記者問到 柯文哲早一不承認 他有想過要買房子的 東看看西看看 不過現在台北市的房子 天啊 那這個只能看看而已 陳天罕窮要各界捐款的柯主席 突然間變成富豪人設 小草們能接受嗎 好 剛才聽到了 陳佩琪一開始說 我去逛逛而已啦 我哪有去看什麼豪宅 結果後來又改口說是為了兒子 這個將來可能要結婚 幫他買房子 看過豪宅的 會不知道不記得 你去看過豪宅嗎 是不是有什麼說不出口的男言之隱 真的旁邊有陪著金主嗎 如果旁邊有陪金主學會 這事情不嚴重嗎 我跟你講這今天看豪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你以為逛夜市 說看就去看 他要事先預約 還要事先預約 我幾年前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同學 他一對夫妻是主任級的醫生 主任級的 他們有一次就是運動完 散布完之後 覺得旁邊在賣豪宅 就去那個金瓶屋裡面看一下 他一進去那個小姐說 你有預約嗎 他說沒有預約 他說沒有預約 沒有預約我們很難帶去看 就問他說你們兩個職業是什麼 他說我們在某某醫院當醫生 我們夫妻兩個都是 你知道那個瘦虎小姐 一句話就跟他講什麼 講什麼 那這樣你們買不起 直接跟他說你們買不起 對啊 來就知道你的薪水一個月 十幾二十萬而已 這個豪宅1.2億 我幹嘛把時間浪費在你身上 對嘛 你不吃不睡 你要躺多久 說真的 所以我再跟你講說 不要太誇張 我跟你說我現在發現說 柯文哲跟陳佩琦在整口罩 一路收房 一路改口 再一路串正 一路串正 現在公開都講很多東西 串好的 我跟你說 我的立場是這樣 你再講一下 兩個人如果意見不一致的話 這真的又瞧一下 隔天出來馬上 不是他改口 就是他改口 這不是穿正 這是什麼 對不對 陳佩琦一開始說 你看我哪有去蓋1.21的房子 對不對 柯文哲就馬上就跟他講 有啦 就是有去看看 東看看西看看 對不對 他馬上就說 有啦我想起來 我兒子結婚 所以跟他買房子 這不是穿正 這是什麼 對不對 這兩個都在家的問 找好生 出門才開始穿正 你看 這不是很誇張的嗎 柯文哲說有啦 東看看西看看 就是告訴陳佩琴 你已經被抓包了 對啊 所以今天就是聯1 就是希望說你陳佩琦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對不對 那可是你知道嗎 陳佩琦更誇張 欸 我剛才說整個早 不是說謊串正有沒有 改口串正有沒有 接下來如果 圓不過去 他就跟你耍賴有沒有 就跟你去背面 對不對 我就這樣 對不對 你看這就是他們家 一家人的態度嘛 對不對 所以聯1為什麼找他 聯1找他來說明 為什麼陳佩琦 反應會這麼大 你知道嗎 因為他現在還沒退休 你公務人員服務法 裡面有規定 你不得兼職 也不能夠開業 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兼職 開業的話那怎麼辦 可能會降級改叙 那牽車到的是什麼 退休金 對不對 我如果降級改叙 我薪水急速往下跌 我退休金 再活下去 餘命再活個二三十年 我撩多少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當然很緊張嘛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應該是 是因為這種東西 再去聯1的話 出來的話 臉很臭臭的 臉膜 其實不好看 因為一定是問了他很多問題 他實在是打不出來 那可是你知道嗎 他4000的話 樣子姿態白很高 他說我要看檢舉函 究竟是誰檢舉我 我要知道說我在哪裡兼職 這個叫做基本常識 你知道嗎 這個檢舉函怎麼可以 檢舉人的資料 怎麼可以讓你看 怎麼可以告訴你 我只是告訴你說 你這個內容 在檢舉的是什麼東西 或許讓你知道 你去那邊 在那邊解釋過程之中 在被訊問的過程之中 他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嘛 人家就是這樣 後來我才發現 那個那個中小平 今天中午幫我們去問了一下 到底是有沒有人檢舉 後來衛生局跟他講說 沒有人檢舉 這件事情沒有人檢舉 沒有人檢舉 沒有檢舉人 為什麼聯1的吃肉 新聞報太大了嘛 你陳佩琪天天出來自爆 跟人家講說 我要去幹什麼 我去開公司 用人頭 你自己發臉書 對嘛 還講了三次 改口講了三次 柯文哲還不是告訴你說 哎呀沒有 父母對子女的疼愛 他馬上就講說 沒有啊 設這個公司 是我兒子自己 親自拿了錢去開戶去辦理的 你看 這口罩是不是告訴你 他再改口 他再說謊 他再改口 他再串證對不對 你看 就像前攝影官潘俊玲有沒有 他就出來講 看著他只想罵髒話 為什麼 就罵出來 我就跟你講 以前 那個有一個影帝 陳松永有沒有 他就講過一句話 髒話不罵出來 吞下去的話 你的內心就髒掉了 你把髒話突出來就乾淨了 對不對 所以要罵髒話的時候 盡量罵 對不對 他說要浪費7年時間 當詐騙集團 為什麼是詐騙集團 哎 當初他幫科目募款 到處去詐騙 科粉的薪股錢 我就跟你講 這些科粉 真的是便當錢 一顆一顆便當的 對不對 啊 金錢給你選擇 希望能夠 台灣有一個新政治出現 你現在搞的這個 比藍綠還dirty 你對不對 他說要浪費7年時間 當詐騙集團 為什麼是詐騙集團 當初他幫科目募款 對不對 到處去詐騙 科粉的薪股錢 我在跟你講 這些科粉 真的是便當錢 一顆一顆便當的 對不對 啊 希望能夠台灣有一個新政治出現 你現在搞的這個比藍綠還dirty 你還不覺得 所以潘俊林覺得愧疚啊 當初幫柯文哲募款 這個造神的人 我是其中一個啊 對啊而且你知道嗎 當年我就跟你講 柯文哲一直出來講說 什麼居住正義 年輕人給他機會 要讓他買得起房子 講了半天 而且他當初就罵連勝文 他就跟他講說 連勝文 我不相信你賺的錢 住得起地堡 那我現在跟柯文哲兒子講一下 柯布堯 我不相信你賺的錢 可以住1.2億豪宅 對不對 對啊 你這個不是相對剝奪感 你真的一種罵人 其實他那時候罵的東西 而且你知道嗎 他之前罵那個 還有一段被人家起出來 他2016年的時候 在罵那個好農賓 問說什麼 一問三不知 七七七也好 對不對 你說人家沒有口德 為什麼現在大家怕 罵你罵那麼凶 你自己又沒有口德在先 真的 對不對 你現在人家問什麼東西 在關鍵時刻 你不是一問三不知嗎 對啊 就耍賴嗎 去背面嗎 所以你也去七四一四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 你看我們主持人就是優雅 那一定要 像我都說一四四的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 你看你以前的臉書 大談什麼貧富世襲 對不對 原來回頭一看說 你早有盤算了嘛 對不對 窮人的小孩子會更窮 可是當你柯文哲的兒子的時候 過得好歇好歇 對不對 人家講說好 現在大家都質疑說 你為什麼會去看1.21的豪宅 那現在大家就有一個質疑 你是不是選舉經費 因為什麼 你黃珊珊開了兩天的記者會開的東西 我就跟你講 韓國瑜早就已經有預料到 你看 我跟你談大海是整個什麼金錢的金流 對不對 你跟我講漱口碑 每天都跟我說什麼 馬克碑 蜂蜜 計程車資 有的沒有的 我就說你冷山要搶到當時 對不對 你搶一四人 柯文哲講的是十八萬筆 露燈露燈 對 你一天讓你講十筆好了 要講一萬八千天 你要說到當時 要說不算 什麼時候啊 我跟安勝說 你也可以說到鬼月結束之前 難道你看鬼話自己都聽不下去 兩天就嘎人而止 對 所以跟你講說你看 大家講說這個錢到底怎麼來的 後來人家幫他算一算 有幾種可能 幾種可能 選舉補助款 對不對 柯文哲當初選舉三百六十九萬多票 對不對 他得到一點一億的選舉補助款 扣掉說他三分之一 宣給政黨的話 還有七千多萬 我們大家之前不幫他算過 一點二億的房子有沒有 自備款七千兩百萬 對 他有七千七百多萬 所以剛好可以 自備款都無啊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那另外呢 木可公司的金流 我之前不是說加一加 大概有一億兩千多萬嗎 那這個金流到底流到哪裡去 你這樣搶搶搶 是不是可以搶到說 你可以去買一棟 一點二億的房子 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都需要你出來解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大家要聽的 是這個重大的金流流到哪裡去 而不是你告訴我天天 在講那個什麼牙刷漱口碑的小事情 不過先請教將軍 陳佩奇多嗆辣 前天還在講 最好天天開記者會 今天跟柯文哲出門的時候 面對媒體突然一聲不坑了 這不奇怪嗎 而且也在這兩天而已啊 他才跟這個網友嗆賭五百萬啊 我們現在前黨主席夫人嗆賭都百萬起跳的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今天這整個這樣的狀況 但坦白講啊 一對醫生夫妻看看豪宅很奇怪嗎 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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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合理的事 很合理 就像修水電的水電工身上有帶板手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 對不對 兩人都當醫生 看個上衣的豪宅有什麼了不起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大驚小怪 這是誰 這是溫柔婉約的陳佩琪 這是上天派下來協助柯文哲的閒內柱陳佩琪 這是柯家的理財大臣陳佩琪 那麼陳佩琪這張是美美照 就是他生日那天 陳志涵幫他照的 還蠻漂亮的 不錯 聽你講我都感動了 快落淚了 但是呢 他現在改變了 現在變了 他因為跟戰狼小姐姐在一起喝咖啡喝酒了 他也變成戰狼派的陳佩琪了 他被伊連要約談 他怎麼說 他就說我要聯絡伊連 告訴我 是誰提供的檢舉信函 這不行吧 黃國昌 黃國昌立法委員 你是吹哨者聯盟的人 要不要出來主持一下正義 難怪黃國昌躲到國外去了 對 不過可以跟黃國昌委員講 不用擔心 因為根本沒有吹哨者 吹哨者就是媒體啊 對啊 因為今天已經接過求證了 伊連是因為看到媒體鋪天蓋地的在問 如果媒體還不出來管的話媒體就可以廢掉了 所以說這沒有吹哨者 所以你也問不出來 不是伊連怎麼樣 是因為根本沒有吹哨者 最好笑是他還真問啊 他真問他真問 所以他要去解釋要去講要查核 可是看他被問出來的狀況 看起來他不太開心啊 那不開心什麼 不開心沒關係 不開心就去吃飯嘛 竟然沒有監舉人本來要好好心理他 搞了半天是你們自己要辦我的對不對 你不要看我先生不當台北市長人走茶樑 我先生拿一天當總統你們就知道了 對但是慢慢等 那麼以前的陳佩奇是怎麼樣 我告訴這是以前的陳佩奇 2018年的陳佩奇他因為有人質疑他的金錢有的狀況 他就直接在2018年的6月23號他就PO出來囉 他說我告訴你我是陳佩奇 我們跟柯文哲曾經買了在民國九十九年 買了一個六千五百萬的房子 然後跟銀行貸款三千五百萬 跟公婆借的一千萬 還剩下兩千五百萬 然後我們我們夫妻倆在一百年的每年的收入是八百零九萬 一百零一年是八百七十萬等等等等 到了總共這幾年的收入是三千零四十九萬 所以說還了兩千一百一十九萬 清清楚楚 這是2018年的陳佩奇 他會把帳目講得清清楚楚 就我們兩個是醫生不窮啊 買個六千五百萬的房子在民國九十九年 有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嗎 各位民國九十九年的六千五百萬 跟現在的一點二億 好像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絕對有能力買 所以陳佩奇你可以比照2018年的陳佩奇 把你的金額公布一下 這怎麼了不起 我老公是拿三百多萬票的總統候選人 七千多萬我拿不出來嗎 公布啊 沒有說不行啊 那個錢本來就是給你的啊 本來就是給你的啊 你就公布啊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那你把你們的像2018年的陳佩奇一樣 寫得清清楚楚 小草就是因為這樣喜歡你 小草就是你透明喜歡你 就是你務實喜歡你 就是你不會這個躲閃右閃喜歡你 那麼請問現在 陳佩奇你可以出來講清楚嗎 講不清楚 他現在不能講啊 選舉補助款說什麼要這個 挹注回這個民眾黨啊 幫助黨繼續經營啊 怎麼講 他的改變 結果拿去 我要講說拿去買豪宅嗎 其實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是你先生的錢啊 哪一點違法 哪一點不服常理 對不對 就拿三百多萬票啊 那我買一間房子 說是要給兒子的 或是明天要改成說我們要開會的 再不然變成黨部的辦公室 那你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你看 這就是陳佩奇的臉書 的所謂的蛻變過程啊 他的有蛻變 他在六 這個是之前最早的時候 他說 所以才會用別人的名字 開公司入資十萬 等退休再換自己負責人 這是他自己寫的 是這個別人 所以最後證實就是他的兒子 不是別人的兒子 是他的兒子 那可是呢 馬上又改 兒子已經成年了啦 取名字和自己所學有關的公司 開一家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請問我翻了什麼樣的 公務人員的這個 這個法律 你告訴我 你看這兩個差多少 一個是說開人頭公司 用別人開人頭 一個就是說沒有 我兒子自己要開的 然後呢 這就是五百萬的嗆賭 就是人家質疑他嘛 他說你現在這篇是律師幫你寫的 沒有 不然為什麼要改口 換完全全是我自己寫的 就是我寫的啦 所以說要不要對賭五百萬 對賭五百萬 有百萬喔 開口就五百萬 現在嗆賭都百萬起叫 對對對就百萬 五百萬 笑你沒有 對 百萬的乘以五倍 就是五百萬 後來好像沒有多久之後 陳志涵也跟人家嗆賭五百萬嘛 所以是不是他們在那一天 姐妹咖啡會那天講一講說 我告訴你 對付這些小草 就直接嗆死他 對不對 五百萬敢不敢賭 他就閉嘴了 這是財大氣出嗎 這還是當時從政的 陳佩琦跟柯文哲夫婦嗎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慢慢我覺得 上天不是派他來幫助柯文哲 上天是派他來搞死柯文哲 這被他搞翻了你知道嗎 柯文哲每一次人要問他說 陳佩琦有破文又破文了 所以從閒內柱 變成柯文哲最怕的一隻柱 嚇死了 每次一出來就嚇死了 那麼柯文哲自己有沒有自爆 也有啦 其實柯文哲也不要怪陳佩琦 阿伯以前就是自然率真 什麼都敢講 對不對 叫好龍斌去試一試 對不對 然後跟你講說你講清楚 講明白 這個屬下犯錯 老闆不會不知道 那是率真的柯文哲 可是現在的柯文哲 從吃滷肉飯變成吃高級料理 一天之內爆兩次一樣的餐 有沒有不行 可以 我就愛吃啊 對不對 我就愛吃不行嗎 我現在就喜歡住豪宅吃米其林 對 我在軍中當兵對不對 從當兵的第一天到退伍前一天 都吃饅頭不行嗎 我還確實每天都吃饅頭 柯文哲我現在成長了不行嗎 我不行嗎 我以前吃滷肉飯 我長大了 我現在不可以一天爆兩次 這個欠元春嗎 那個也沒有多少啊 兩萬六千七百零三塊 吃這樣子很貴嗎 那是餐廳特價 我就吃特價品 就是兩萬六千七百零三塊 我一天吃兩次不行嗎 對不對 而且我不是自己吃啊 我找一票人來吃我做東啊 對不對 這樣子不行嗎 你就講啊 可以啊 就率真啊 就當真正的柯文哲 就當透明的阿伯啊 你就出來直接嗆啊 兩萬六千七百零三塊 你把名單弄出來 這麼多人吃 有很多嗎 對不對 一天吃兩次不行嗎 早中午吃完覺得太棒了 晚餐再請一次 這有什麼意義 你們有意見嗎 他沒有出來講耶 帥真的 勇敢的 單刀職務 對槍的阿伯不見了耶 為什麼 開始發現一件事情 自己已經凹不下去了 凹不下去沒關係 因為還有上天派來幫助你的人 當你凹不下去 他就冰倒了 對不對 當柯文哲凹不下去 說這樣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說有什麼好問的呢 我們今天不接受採訪 我們今天當個小女人 就跟著柯文哲上車 就今天的表現阿 所以我在講喔 柯文哲現在目前 他有前面有前鋒 有參軍有主帥 主帥是柯文哲 當你的前鋒 陳佩琪不說話了 不PO文了 當你的參軍黃三三 已經被停權三年了 柯文哲就變成他講的那個 那個螃蟹沒有腳 螃蟹沒有腳 剩下一個大顆就趴在地上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阿 所以我才說 柯文哲目前的遭遇 就是能夠用的人 都不給他用 不能夠用的人 他自己還一直要給他用 所以說柯文哲現在左右為難 才會造成現在 他問這個也不答 問那個也不答 跟一個搖頭娃娃一樣 只會講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將軍剛講 陳佩琪是來害柯文哲 這一點我就要幫佩琪講句話 佩琪是寵夫魔人耶 寵兒好媽媽耶 要豪宅是不是媽媽買給你耶 還害我貓貓晚上睡不著覺 還用在查 還真給你查到了 1.21豪宅是哪一間喔 而且之前你也提到了 不只是買豪宅 還有開公司阿 幫兒子開人頭公司的時間 你也說細思極恐喔 對 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這幾天就是有傳聞 就是講說那個佩琪姐去看豪宅嘛 那看豪宅的時候 我就因為我去年有盯過柯文哲 他們家房子過嘛 因為之前那個什麼 就是他的土地長出停車場之後 所以其實他的那個所有的財場 我們都翻過一輪了啦 哎呀 一定要的啊 一定要的 對啊 所以買得起豪宅嗎 好那個時候 先說這個這棟房子 這棟房子其實之前有上過新聞啦 這好像說什麼風水不好啦 還怎麼樣 有上過一些新聞 還說什麼比較老舊 所以沒有電梯 然後所以柯文哲他們才買新的 然後這個就是給他兒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那個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他兒子有一棟房子 而且地段不錯 所以這棟也是幾千萬啦 而且那時候佩琪不是講說 是那個紅包錢買的嗎 他那個時候講說 他過物給他的時候 新聞是講說賣給兒子嘛 然後可是大家在細問的時候 他講說我們就用每年的那個 合法的那個錢慢慢過 慢慢過慢慢過 然後就是那扣打慢慢過過去的嘛 但是他兒子已經有房子囉 結果這一次就是佩琪姐 就是又拿出去兒子的那個 當理由嘛 他講兒子要結婚 30歲要結婚了 然後所以還要再幫他選個新房子 我說已經有房子了耶 對啊 夫妻結婚是要幾棟房子啊 二房 二房嗎 因為這棟其實蠻大棟的 看一下八十幾坪嘛 四房兩廳 然後一萬二 然後而且他地段超讚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柯文哲 他很喜歡被記者們追追 追著跑 追著跑 然後所以那個這個 因為這棟他旁邊 因為沒有大照片 這棟旁邊就是立法院的那個辦公室 就在旁邊啊 就辦公室到 他們黏在一起的 還有 所以大概距離20公尺吧 他們後門走出來到這邊大概20公尺 這麼近 那裡黃金地段耶 所以如果 如果那個立法院 將來如果有出什麼事 然後柯文哲住這邊有沒有 就是他們黨團採訪完 要問柯文哲 直接走過來20公尺 柯文哲按個電梯下來就可以採訪了 不用坐公車了 騎腳踏車了 對啊 就覺得說你挑這個地方 是不是以後採訪比較方便嘛 哇 這樣子就可以花商議了 而且如果柯文哲要開什麼記者會什麼的 你看像現在開那個記者會 你還要去租什麼台大校友國館 是那一棟 然後現在就就在隔壁 你就只要叫那個 隨便一個立法院那個立法委員 把他租一間就可以直接開了 所以這個地段超讚的 超讚的 對啊 所以我想說你到底是你要住的 還是你兒子要住 每次都拿你兒子出來當擋箭牌 我們看一下 這麼讚的房子當然不便宜 我們這邊有更多的照片 還有 我剛剛看到有更多的 哇 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到這個 落地窗 你知道這可以幹嘛嗎 落地窗幹嘛 因為這下面就是那個青島東路 柯文哲又可以去拍那張照片 插一個腰 然後就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說我正在關切青島東路 哈哈哈 有沒有 就是抗爭的時候 你就往下一看 就知道說今天抗爭多少人 所以這個地段超好的 哇 而且內裝好豪華喔 對我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立法院 反正他辦公室 立法院辦公室在隔壁 你方便給我們好好拍一下啦 對 這個真的是豪宅 對沒看到立法院辦公室 反正就在隔壁 這是個地段非常好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每次都找柯文哲 就找你們的兒子出來單 那是不是 為什麼每次都 因為很多事情都覺得說 好像是巧合 好像細思極恐 例如說 例如說那個像他們帳 剛剛有提到嘛 4月7號爆 4月8號就知道有問題了嘛 對 那柯文哲那間公司 我有去細查喔 他們去送件的日子 大概是5月2號 然後5月16號就登記 就開張了 5月16號就開張了 因為現在開公司很快 兩個禮拜就差不多了啦 所以他5月2號送件 那你再往前推一點 再推一點 準備資料嘛 拍個大頭貼還是什麼東西的 開戶什麼東西的 所以其實兩三個禮拜 你公司就開好了 哇 那你4月初出事情 你5月中旬 一間公司就變出來 而且還是同公司 4月8號的時候 監察院就說這個帳有問題了 對啊 然後你的意思是說 不到一個月吧 5月2號就送件 5月2號就送件 趕快再開新公司 然後16號公司就出來了 5月16號核准 對就核准公司就出來了 而且呢 這間公司應該就在木殼裡面 這公司還在木殼裡面 應該就在木殼裡面 因為我們那天不是有那個 剪掉繽紛多錄的那個影片嗎 對 有直播嗎 那他兩間 因為他一間有掛那個招牌 有掛招牌那個就是 基金會跟那個智庫嘛 那他旁邊那家沒掛的就是木殼 那他也沒有其他間了 所以這一間應該就是直接在木殼裡面 而且木殼那時候不是說 要解散清算嗎 對啊 就剛好換過來喔 所以大家合理懷疑嘛 大家可以合理懷疑 因為還有人懷疑說 他會不會因為他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所以會不會是說監察院 不是監察 基金會跟那個木殼 是不是就是中間直接是打通的 喔 中間直接都打通 因為他兩個滿滿 他連在一起嘛 所以內部直接是打通的啊 也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沒進去看過嘛 但是這就代表說 太巧了吧 你柯太子的公司 你木可公司 你那個基金會三棟在一起 樓上又是你的擋部 三樓擋部 然後二樓就這樣一堆 而且你這間公司其實一直都沒有講清楚 他是要幹嘛的喔 有沒有開始從我看看 我應該是8月7號爆料 今天幾號 今天已經21號 兩個禮拜了 他兩個禮拜講不清楚 這間公司是要幹嘛耶 從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我們只是用名字猜嘛 資訊傳媒 資訊傳媒 我們一開始是猜說 會不會是柯文哲 想要做民調公司 還是他要做那個網路商城 跟那個館長對打 就是看名字感覺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看他營燈嘛 他營業登記 我們猜大概是這個 你看過營燈 對看過營燈 因為他說可以賣雜物食物飲料 然後我們想說 那又可以做網路 那可能是要做網路商城 那有人說謠傳說 他是要做民調公司自己吃 不要去 像去年他花1400萬嘛 做了一個倒數第三的民調 對啊 那現在自己吃 總不會自己人也騙了吧 這種東西不好說啦 然後結果一開始叫 我們自己猜嘛 結果佩琪姐就出來講說什麼 沒有啦 這是要開咖啡廳的 他說可以賣雜物食物飲料 然後我們想說那又可以做網路 那可能是要做網路商城 那有人說謠傳說 他是要做民調公司自己吃 不要去像去年他花1400萬嘛 做了一個倒數第三的民調 對啊 那現在自己吃 總不會自己人也騙了吧 這種東西不好說啦 然後結果一開始叫 我們自己猜嘛 結果佩琪姐就出來講說什麼 沒有啦 這是要開咖啡廳的 一開始是說要開 對啊 不是說要開小草咖啡廳 小草咖啡廳 對 結果小草咖啡廳之後過沒多久 他講說沒有啦 那個是爸媽給兒子的一個 什麼東西的 然後最後是佩琪又出來講說 是爸媽疼愛兒子幫他開的公司 對 爸媽疼愛兒子開公司 後來又講說 這個是要讓我兒子自己發揮所長 開的公司 這兩個禮拜換了多種說法 但是沒有一個說法 可以確認說是他們真實的說法 反正這間公司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這個時間點跟地點 就讓人覺得說非常的可疑 但是 而且光是要解釋 開這公司要幹嘛的 說法可以變好幾次 就很奇怪啦 但是就怪 就這點就要怪我啦 我太早踢爆了 因為佩琪她有拍她的存摺 她說這間公司金流還沒有動 確實啦 因為你才開兩三個月啦 她說金流還沒有開動 裡面大概就只有一張十萬 十萬就是她的資本額十萬嘛 就剛好還沒動 所以她說還沒有金流我相信啦 就我太早踢爆 我要說再晚個幾個月 說不定就知道這間公司是幹嘛了 對啊 不過真的耶 我覺得這個黨 現在連這個陳佩琪 感覺上這麼一個講話直白的人 好像都會開始說謊了 那更不要講高鴻安的這個論文 還被這個認證抄襲 所以這黨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要得講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這件事情 從八月五號開始一路燒過來 大概燒了快三個禮拜了 快燒三個禮拜 其實一開始喔 小草還會很努力的出來護航 就一開始就是跑來護航說什麼 那個你們都只會監督在野黨 都不監督執政黨 然後呢就發覺他們後來發覺說 好像不太對勁了以後 他們就在那邊耍無賴 他們講說 我們捐錢給阿伯 就是要給阿伯花的 怎麼花不重要 關你屁事 後來中途其實很多小草 都是這種言論 但是這些都還好 你知道第一個分水嶺 是那個誰 是那個戰狼小姐姐的二十萬 戰狼小姐姐二十萬的這件事 一出來 裡面內部小草就整個分裂了 真的啊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剝奪感很重 就一樣都是出來罵人 為什麼我沒有領到錢 為什麼你每個月有二十萬 對 真的 對戰狼小姐 從上個禮拜周末開始 就是五六日嘛 然後燒到今天 你知道燒到就是 開始有一些大草們退黨 然後直接退黨 就想說你領二十萬啊 你還到處放火啊 沒幫助啊 怎麼樣 為什麼不敢要閉嘴 還是為什麼不把錢捐出來 就開始分裂了 因為他們以前 他們以前就是用這一招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在操弄仇恨嘛 仇富心態 什麼那個林非凡零九萬 就是要給他罵到死 就是幕僚拼什麼零九萬 然後所以他其實收集 他就是聚集的就是這樣子的粉絲 所以等他們爆料說 林非凡零九萬 但是他們的高層都領二十萬 所以剝奪感很嚴重啊 對而且不只剝奪感 他們發現 怎麼這個黨黃化連篇啊 對 我不老實 這是第一波 這個禮拜連續三波 第一波就是這二十萬 第一波 第二波就是這一點二億 因為大家一直吵居住正義 國昌老師的招牌 神主牌 居住正義耶 喊了那麼多年 一堆小草就是買不起 只要買不起房子 就一定就會喊個居住正義 就你看最後買得起房子 買起一點二億的是誰 是柯文哲耶 還是幫他兒子買的 好第三個 第三個最重大的打擊 就是今天這個新的了 就是高鴻安的事 各位高鴻安卻 你看我們直接看 這是台北地方法院新聞 有這新聞搞起的喔 他講說比對高鴻安上開博士論文 及期開論文 卻有大幅抄襲之事實 他就真的有抄襲論文 而且還特別寫大幅抄襲 對兩年前 因為這他論文事件 是兩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選前 他那個翁達瑞說他抄襲 我說他那個貪污 我們兩個就分頭講 你知道我們這兩年 背負了多少心酸 一堆人都說我們造謠 結果今年終於還我們清白了 還你清白了 對 所以他卻有抄襲 法院認證高鴻安就有抄襲 然後成立誣告罪 因為他們法官是說那個 翁達瑞說他抄襲嘛 那高鴻安就告他妨礙名譽 然後就不成立之後他反告誣告 然後法官就說你真的有抄襲啊 你知道你有抄襲 你來告人家妨礙名譽 你就是利用那個司法 要人家閉嘴 所以誣告罪成立十個月 所以他現在就是七年四個月 再加十個月就破八年 比那個嚴寬恆還要高 你知道今天這個出來 小草很難護航欸 真的 對啊就是確實 他們以前很愛說什麼 那個林志堅抄襲啊 怎麼樣 現在事實證明高鴻安有抄襲啊 那你高鴻安支度要直接退位 對 不過呢這個小草呢不只 這個現在很難以護航 而且有很多小草 我們現在已經打算了 叫蒂莫有些鬧跑了 就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柯文哲前攝影官 潘俊玲 我就請教這個東豪 潘俊玲為什麼會發這一篇 這個憤怒的這個文章 因為他說呢 他看到陳佩奇買豪災 他只想罵髒話 原來我浪費了七年的時間 幫你們當詐騙集團 當年我怎麼造神 幫柯文哲募款 我怎麼幫你四處去詐騙 磕粉辛苦錢 還說當年你柯文哲 照是怎麼罵連聖文的 我還在網路幫你帶風向 結果現在柯家出現了另外一個聖文 柯文哲吃滷肉飯 當年畫面都是我設計拍拍的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他害到小草了 那這個東豪怎麼看啊 怎麼看柯家出現了另外一個聖文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沒有誰可以幫柯文哲造神 柯文哲能夠崛起 其實沒有講啊 黃國昌跟柯文哲 都是太陽花之後崛起的 他們就是有他們的背景因素 還有個人的特質 不管我喜不喜歡他 我想不相信他們 他們有他們的原因 但是對於潘距林來講 我可以理解這種感受 在講買房子這些之前 我用一個比喻 因為我們常常講 小草對柯文哲來講 那就是政治上的初戀 你會對愛情充滿的憧憬 相信未來是美好的 是希望的 柯文哲阿伯 是陽光的 我們會改變一切 可是有些人當你發現到說 糟糕 我的初戀居然背叛了我 我被初戀背叛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辦 你會對愛情產生懷疑 產生破碎 甚至不信任 到後來你就不再相信愛情 沒有那麼嚴重 有的人愛就比較沉思 這也有 但是因為我要講說 這一批是政治上的新人類 就是說你還是學生 他主要集中在24歲以下 對 出社會跟沒有出社會 他會有很多感受不一樣 那為什麼會覺得背叛 你就看那個監察院申報 會計報告書裡面一筆一筆的捐款 有一千塊的 有兩千塊的 有四千塊的 也有幾百塊的 你還可以 你只要看前十頁 前十頁 你還會看到有一些 名字都還 自己的名字都還掛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人什麼 重複捐款 十頁裡面就可以看到重複捐款 你會捐款 你會不會買科皮小物 會吧 你一定還會拿錢 再去買科皮小物 然後你會不會在1月13號 那天投票給阿伯 會吧 對 你投那一張票下去 我們還要拿 政府還要拿稅金 一票補貼柯文哲三十塊 三成捐款 買小物補貼三十 重複捐款我都不算 就是就會有三次了 對 然後你看到什麼 看到陳佩奇去看豪宅 你的帳沒有搞清楚 總共的帳 木可那到底怎麼樣 這都先不講 光是那個帳沒有搞清楚 同一個時間 你會去看豪宅 你看的還不是旁邊哪裡的 就在立法院旁邊 如果你今天 你是曾經在1月13號 投給柯文哲的人 如果你是小草 你還在學校念書的人 你的心裡那個感覺是什麼 不要講小草 柯文 最挺柯文哲的朱惠龍 大媽 對 今天跑去找蔡壁爐 喔 他最近在網路上 在臉書上 跟很多 小草還對打 所以你會知道說柯粉 現在內戰很強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知道該怎麼辦 柯文哲已經不是2014年 你所熟悉的柯文哲 就不講有沒有犯法這個事情 柯文哲就不是你所熟悉的柯文哲 2014年的時候的柯文哲會講連勝文 今天陳佩奇的事情 跟當年他們在講連勝文 有什麼不一樣 對啊 我可以理解 爸爸媽媽幫小孩子買房子的心情 但是 陳佩琳在講那個時候 那時候買東盟的時候 是6000多萬 你付得起 112的時候 你怎麼付得起 柯文哲已經退休了 他已經不是醫生了 對 這幾年來 柯文哲每年都要柯文哲申報 你柯文哲是增加多少 你有栽雕去看一葉的房子 講白話文 這不是看的第一間 原立立法院旁邊這些群印會曝光 那是因為這是最近的事情 只有在7月只看的這一間嗎 你說還不只7月不只上個月 因為我今天有問你 我有問你萬年嗎 萬年你到底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那時候 待在那個 他曾經在柯文哲市府服務嗎 不是有個都根中心嗎 他們就會認識 因為很多建商 建商要做都根 都會跟都根中心連鎖 雖然他已經離開那麼久了 還是有認識啊 這些建商圈 都知道這一段時間 有一個夫人在看房子 而且看房子 這種房子 因為他不是買新的 也有一說說有看新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了太多次 消息才會傳出來 我如果只看一間房間 我怎麼會傳出去嘛 我如果只看一間房子 我如果只看一間房子 柯文哲就不會講東看看西看看 東話你講的太含蓄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建商圈 建築圈其實都知道 有人在看房子嘛 柯文哲的夫人到處在看豪宅啦 對 有人會搭上線嘛 一定有朋友嘛 對 這個企定福林 柯文哲會沒有建商朋友 不可能 再打個比喻 大家一定快速能懂 我們都會去百貨公司嘛 女生喜歡買化妝品嘛 對 開架式的 買名牌 你大概敢走到Shanel 或者是什麼Dio這些 買一個Coho什麼的 那個大概 你大概心裡知道我負擔得起 可是同樣百貨公司 他有化妝品專櫃 可是他也有電中店專門店 你要走進去Shanel的專門店裡面 有鞋子有衣服有珠寶的時候 你走得進去嗎 對 什麼樣的狀況你敢走進去 有實力啊 至少我刷卡刷得動 對不對 對 我不一定帶那麼多現金 至少我刷卡刷得動 刷卡什麼概念 我很短的時間我可以付完嘛 或者我每個月付得起嘛 絕對那個不是腳基本喔 對那不是喔 無線卡黑卡 那種等級喔 你要有那個把握 我敢不管買不買 我走得進去 對 現在走的不是只有Shanel 豪宅也是一樣 也許Homers也進去了 對 你在想 回過來你在想小草 或者那些大草 你看到了現在的柯文哲跟陳佩琪 是你2014年認識的嗎 再舉一個例子 開了兩天記者會講那麼多 如果是2014年的柯文哲 那個時候搖耳上 他們在的時候會怎麼幹 我把木可公司 所有的帳拿出來 貼兩面牆 收入 一面牆只貼收入 一面牆只貼支出 看收入的 你可以讓記者上去看 一張一張看 讓你看到好看得滿 沒有不限時間 看完收入的時候 你再過來走到對面那面牆 去看什麼 看支出 你可以看到 任務可能每一張支出發票 或者評證 是支出給誰 我如果敢做這件事情 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不是怕你查 我有把握我每一張評證 是真實的 而不是假的 所以 再回來講 民眾黨說他是私人公司啊 跟我沒關係啊 對對對 他私人公司他替他宣布清算解散 所以 這個是 吳宜軒自己幫他們宣布的 還發新聞稿 對 所以回來講金牌 金牌的心情我可以了解 但是我不會現在就把它講成 詐騙集團 因為這個階段 叫做假葬集團 假葬 現在還停留在假葬集團 用徐曉欣他大姑的例子 要 詐騙集團 詐騙到以後要幹嘛 要先洗錢 洗錢 洗錢要什麼 要有假帳號碼 要借帳號碼 那政治上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要有假帳 要先確認有假帳之後 我才能講洗錢 有洗錢的時候 洗錢當然就是 我不能正常使用這筆錢 我把它洗到外面做小金庫 這個時候回過台 我才說你是詐欺 因為他不是公務人員 他也不是企業 我又不能講他是背信 但是還是回到那句話 柯文哲自己當年講過 錢就跟魔戒一樣 戴上去就很難拔下來 當初這句話 然後他講他絕對不設計金會 到最後他講他不得不設計金會 為什麼 當市長的時候如果有人 要捐款 捐款一百兩百五百怎麼收 但是如果卸任以後 有人願意拿拿錢來捐 我就可以比較好說謝謝 我講這句話就說 他如果沒有遇到 講得出這種比喻嗎 所以人會變 2014到2024這10點時間 你就看到柯文哲一步一步 一步慢慢變 陳佩琪也跟著變 所以這是小草門的初戀 但是請不要對愛情 喪失了心情 好不過呢這個 從陳佩琪突然 這個到處去看這個豪宅 看的都是一來一去 上億的這個豪宅 到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金流到現在都說不清楚 所以小草的心情如何 只是東豪講的這個初戀破滅嗎 不是小草現在開始出現了 跳船潮嗎學偉 當然小草要跳船對不對 我被你收割過了對不對 這也就要簽成這麼發揮而已 難道等著要在那裡收割第二次嗎 這看得出來 柯文哲本來就是一個 政治投機人物對不對 他不僅在政治上投機 他連金錢也是投機 我就跟你講今天我剛剛講說 木可公司這間公司有沒有 說真的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在 是不是你的洗錢中心 為什麼所有的金流 都會跟木可卡在一起 對啊 這是不是大家做什麼 而且我都跟你講說 柯文哲真的是說謊成性 我們剛剛第一段就講過 你看他那時候罵那個 那個郝龍斌講的 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美和事的事情 他說你可以去S1S對不對 那你看他現在換成他 他現在死豬不怕滾水燙 告訴你不知道 金財院不知道 細節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就會管 他也是一樣同樣的態度 在對待小討者 對待外界的質疑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志工 昨天就一個 朱慧龍就已經跳出來質疑 對不對 為什麼你的木可公司 把這個進行小物的那個買賣有沒有 就開在你的鏡總旁邊 對那個門進去之後 旁邊就在賣小物對不對 我們之前也講過說 你不是一千三百萬 授權給木可公司嗎 剛才你講說是授權金 後來講說是物流倉儲 對 後來被人家講說 在新莊的競選總部的時候 有一間房間 專門在堆這些小物 那你幹嘛還給人家一千三百萬 對啊 明明就堆在你競總 對 為什麼要付授權費給木可 你就很明顯的說 你很多錢 根本就是圖利給木可嘛 對不對 其實會講說你看 買木可產品 不能用電子支付 也連刷卡都沒有 只能用現金交易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 那個去紙幣 紙幣化的那個說法 是誰 是柯文哲一直強調的 他講說所有的東西 都要用電子來處理 我們昨天也講過 對不對 那為什麼在你的那個捐獻裡面 百分之九十三點七的話 捐獻是用現金捐獻 這不是在打你的臉嗎 對不對 難道你的小草們 都不會用電腦 都不會用匯款 都不會用電子支付嗎 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我們講說 現在有很多筆的那個 重大的那個錢有沒有 搞不清楚 那現在要傳出來 很多很多的一些爭議 包括說什麼 去年民眾黨的文宣部 在開會的時候 做出結論 要求淨辦回捐給黨中央六十萬 有沒有 那現在許甫是講什麼 沒有那都聽錯 你看所有的事情 你這個整個黨 從頭到尾錯誤擺出 連你文宣部開會 會議中做出的結論 聽的時候都能夠聽錯 這是大家共同的決議 結論 竟然說錯 好 那你之前不是講說 黨部文宣部發會 花費兩千塊以上的支出 就要由淨辦來核銷 你看 當初淨辦是凌駕於黨部之上 這個也是我很少看到的 你淨辦的權力這麼大 可是你淨辦 現在爆出來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你的那個什麼淨總有沒有 跟募可公司 錢就都分了出去 對啊 現在連黨部的錢 人家講說你看 你黨庫通私庫 私庫就是募可 那募可的錢通到哪裡去 你看這一位 這一位叫做什麼 余孟靈 之前我們講過說 有個叫李婉軒的 有個和愛婷的有沒有 他們是領的競檢總部的錢 對不對 這一位也一樣 你看他領了多少錢 六萬三千四 八萬四千三 五萬兩萬四六萬九 短短的多轉的時間 你看十二月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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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光一月領了三筆 所以不是只有 陳志漢 搞不好陳志漢差一句話 沒說而已 那邊比較多的比比皆是 搞不好那邊的薪水 都是這樣亂領了吧 那可是這個余孟靈 到底是誰 他為什麼競選總部要給他錢 對啊 而且每個月給他錢都不一樣 這個是在他一個叫大眾聯的那個 那個 那個 Podcast上面有沒有 Podcast 他在幫這個 這個是誰 林昭映 就是之前罵那個Sky有沒有 所以你什麼是募可公司的人 我這門就沒有看過你 你看 他們在這個上面的話 是在推銷什麼 競選小物耶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不是募可的人 那募可的人 為什麼可以領競選總部的薪水 本來我們講說組織部的副主任 關這個幹嘛 就搞了半天 他也推銷過競選小物 對啊 所以他才會馬上出來講說Sky 你就是不是我們募可的人 對不對 所以才會出來罵立頂 你組織部的副主任 你怎麼會知道募可有哪些人 這看起來你們根本就跟募可在一起 對嘛 所以就講說你看 這個就是最新的爆料嘛 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有三個人被抓到說 你是募可的人去領競選總部的薪水 他接下來還有多少人是這樣 掛在這邊領那邊的薪水 大家不知道 反正你現在所有的錢 就是亂七八糟 陳志然就告訴你說你看 剛才我就講說貓貓 剛才我還沒有跟他解釋 陳志然領那麼多錢 他是績效獎金 這叫績效獎金 為什麼他要按奶媽周伯 對不對 他要按奶陳佩琪 開玩笑 誰有辦法這個能耐 所以給他績效獎金是正常的 其他人我們就要再追究了 不管怎麼樣你看 現在民眾黨剛才講說有退傳 跳傳潮對不對 這個是民眾黨員這個張喬瑜 是一個護理師 這很有名的網紅 對不對 他就告訴你說 他真的看不下去了 他說從高王安事件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高王安大家可以幫他辯解嗎 反正這個法院還沒判之前 你要說什麼都沒關係 那接下來火烤黨主席 人家講說荒腔走板 對不對 你竟然把黨主席的糗事拿出來 公諸於事之後 還當作什麼露馬當有趣 對不對 起跟柯文哲民情順順 好接下來你看 一年算臭不可聞的事件 對 一漸漸就被人家切齒太起來 看得很噁心 他是在指誰 他是在講許甫跟陳志翰 兩個夫妻 他說你們到底在公差小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一個九百六的便當錢 一個一百億的便當錢 我那天有講過 兩個便當時間有沒有 對 那個就吃完了 不知道連排出來的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不是他根本年份不一樣啊 你把它放在一起打 那麼久了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如果等打資料的話 你有可能 沒台沒錢 把今天的便當錢 找到半年一年前的資料去去 對啊 所以這真的是 而且說實在話 我們兩個人的感情不太好就是這樣 陳志翰突然間第一件事情 就跑去那個光琴的節目 他講說九點六萬 馬上許甫挑出來打臉 沒有沒有九點六萬 是九百六跟一百一 就是鬥在一起 所以聽起來 這個張喬瑜最後下一個結論 他說越看越差 越看越噁心 他最後說不囉嗦 我張喬瑜宣布退出台灣民眾黨 這就告訴你很多很多人都在那個 真的看不見 看不見都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剛剛講說這個募可公司 有沒有 李文中 我一直在追蹤李文中 貓貓你幫忙查一下李文中 到底早都會去 我第一天就已經講說 你要發不自殺聲明 不然你真的哪一天在 不好意思 不要再詛咒你 我就講實在話 李文中問題最大 他是整個競選總部的財務長 那李文娟呢 他妹妹 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所以這對兄妹兩個人對不對 那現在李文娟已經被 檢調單位盯上了 帶了電子腳了對不對 說真的李文中 連昨天中評會李文中都聯絡不到 對不對 還故意上演的時候 我直接打電話給你 你又沒有接電話 你看 我就跟你講 現在李文中是叫人唱得好色好色 誰唱的我不知道 反正看得出來就是 你現在就不能給我出來講話 柯文哲的用意是什麼 李文中不能轉為被告 今天如果他轉為被告 到了檢調單位去的話 我跟你講 很多事情 湊不可聞的 齁 開始一定白痴出來 好 那我們再講回來 黃珊珊 昨天中評會上個禮拜開了 昨天又開了對不對 對 開了半天 其實李偉華就是那邊的中評會主席 在進去之前 就已經講過一句話 就透出貓膩 人家問他說 你是要保山還是要砸山 他就告訴你說 有種種可能 對不對 種種可能就告訴你說 好我給你停權三年 問題是立委照幹 為什麼立委照幹 柯文哲多體諒黃珊珊 你身體不好嘛 不該用嘛對不對 你今天的話 你就領了立委薪水 幹一個不分區立委 那其他黨務跟選務 你就不要插了 你不要這麼操勞 有時間多去研究一下 精華城的案子 有沒有 立法院在打架的時候 他在研究精華城的案子 你是律師出身嘛 所以跟你講說 從頭到尾到目前為止 還在打假球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民眾黨 這個黨 從頭到尾就是靠一個柯文哲 整天都連銷位 靠好人 所以這種黨 還能夠活下去 我之前不是在這個節目 一直呼籲柯文哲 退出政壇 對不對 自己趕快跑 趕快跑 不要等到哪一天出了事情的時候 我說真的 你跑你就跑不了 不過講到陳志涵 貓貓就生氣氣 不知道被陳志涵罵了多少次 對 努力當柯黑 結果呢 民眾黨要辦一個活動 要找柯黑來 竟然沒有你的名字 對 而且陳志涵現在嗆你之後 還繼續 連自己禁種的志工都在嗆 志工說 木可奇怪 為什麼政治性經 要通過木可 陳志涵說 嗨唷 我不清楚 這志工爆料的目的是什麼 政治性經 明明都是我們 進辦財務部門經手的 意思是爆料的志工怎樣 這個意思是爆料志工 心懷不軌嗎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這幾天 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從一開始的志工 小草們護航到現在 就是自己也充滿了疑惑 也充滿疑惑 對 也都是大家的功勞 好不好 對 這段節目一直在挖出很多事情來 他會發覺一件一件過來的時候 他們慢慢沒辦法護航 然後明明說好說 每天都要開那個什麼 說明會記者說明會 對不對 就才開兩天 現在就要與假賬共存了 不開了 不開了 對啊 而且其實我要說真的 其實這開跟沒開其實差不多 因為你看 第一天 雖然說這對我們來講說 我們比較好 因為他開的話 我們有梗可以講 可以讓我們去當通告小偷 有沒有 可是你看他第一天開 他講什麼 還記不記得黃山山那個時候 第一天開的時候 很多記者就問他一些關鍵的問題 例如說那個便當的案子 便當的那個什麼960跟110 其實他就 這樣子就兩張登陸在一張 好久沒有細部解釋了 就沒有了 我再拿出來一次 你又拿出來一次 再拿出來 他回避一次 我就再講一次 這一天1月7號是禮拜天 我去買便當的時候 有問過 他說這一天沒有營業 然後還不止 你知道嗎 這一張是正面對不對 因為他說這兩張Key在一起 對不對 那如果我遇到一個比較無聊的 給他反過來 你還反過來 再給他放大 放大 你真的很好笑 他上面一張叫做風味小籠包 看得到嗎 我放大了 我給他反了很快 風味小籠包 吃了155塊 天啊 所以他應該是960155才對吧 齁 那為什麼他要Key 96010 那兩張搜集 這他自己Key 這許甫貼出來的照片 這不是我造謠的嗎 結果你還把發票反過來看 對就無聊嘛 反過來 而且不小心放大了一下下 就不小心放 我沒有想過還可以反過來放大 真的是四叉貓 會想到看後面 對 就是如果遇到像我這種無聊的人 就是給你看一下 你們要不要說明 沒有要說明 這個就讓他翻頁過去了 好那不只這個 那另外一個也是我爆料 你這個是民眾黨的天敵耶 好繼續 那另外一個也是我爆料的 就是那個MOOC的那個判卡嘛 對 因為就是我比較無聊 我就是去查了他們 我就調了他們的那個強制險的收據 我要先說強制險的收據其實很簡單 一般你要叫的話其實麻煩 因為要輸入身份證跟那個車牌號碼 缺一不可 但是因為MOOC是公司 所以他有桶編 OK 桶編是公開的 所以你只要輸入桶編 然後跟車牌 你就知道說這家公司 這台車是你這家公司的 所以我確實查過以後那兩家 那兩台車 一個叫美好號嘛 一個叫相信號嘛 都是MOOC的 所以這賴不掉啊 因為這就是你的 好結果你只花了50 大概50萬加20萬 70萬買了兩台車 然後裝潢費用就是改裝費用 還是柯文哲出的 改裝費用也是柯文哲出的 對兩筆都柯文哲出的 我以為也是MOOC出的 沒有改裝費用是柯文哲出的 就MOOC買兩台車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兩台 說定也不用買 說定是那個 說定那個錢其實也是啊 因為MOOC只進不出嘛 對說定是人家贈送的也不知道 但是登記在MOOC名下嘛 反正就兩台車 那兩台車就是裝潢費 也是柯文哲出的 那他假算他用買的就頂多 就花70萬嘛 那花70萬 然後借給柯文哲 租給柯文哲半年 收了兩百萬 兩百萬 而且結束之後 選舉結束之後 他把他的那個鄉信號 又拿去賣掉 又賣掉 7月份的時候 因為他7月份就有改牌 所以7月份又賣掉 所以扣在扣掉 所以他只花50萬成本 只花50萬成本 然後就洗了兩百萬 對那這樣扣一扣 就是說他花了 他就150萬就這樣過去了 那那天也是記者問那個黃山山 那黃山山回應就講說 因為那個候選人不能買車子 所以我們用租借的方式 我們都知道候選人不能買 但是政黨可以買吧 民眾黨可以自己買下來啊 買下來直接借給柯文哲用可以吧 對啊 而且黨主席啊 對 總不會說不熟吧 對不對 應該不會不熟 所以應該政黨買下來 然後借給黨主席 這樣的話你只要花70萬就好啦 那你兩百萬 為什麼硬要花兩百萬給 所以這又在呼嚨 所以 因為他以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是這樣嗎 對啊 大部分人就覺得說 原來政治人物不能買 但是他還有個政黨 對 但政黨可以買 然後他就直接閃過了 他就直接閃過了 所以他第一天其實很會閃 那第二天呢 你知道第二天又更過分了 他第二天 他不重要的發票 就是說99塊錢 他就只報成98 差一塊錢嘛 他這個一頁 他直接給你做一頁 這是一頁喔 他PPT就是簡報 直接一頁給你放上去 不重要的 那重要的 重要的是這個 因為今天好像有人去算說 因為他只有一張 他只有一張放大給大家看 然後其他張就是18張 縮在一起 這個我去討過電子檔 我放大看不見 因為他本身就縮小了 而且他你看有沒有看到 他說他每一張都用手機拍 他用手機拍 他還不是用掃描的耶 因為你用手機拍才會這樣 因為你手機拍以後 他終於有個黑黑的嘛 對 所以他用手機拍 拍18張 然後給他貼在一起 說成這樣 沒有一個人看得到 他說我有透明 公開透明 對 如果我們質疑 他說有啊 我們記者會都貼上去 每一頁貼上去了 但是我們只是 只是我們貼的 你們都看不見 對 然後只有第一張是放大 他第一張放大好 今天早上我有看說 第一張放大他們算 算出來金額不一樣 又不一樣了 對 第一張就不一樣了 後面這幾十張 下一頁也是幾十張 所以後來幾十張 就沒有放大給你看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兩天沒有意義 不重要給你放那麼大 然後遇到關鍵問題 就像MOOC MOOC相關 他就各種閃躲 對 然後這種就是重要 我們要看的 就給你縮小 難怪才開兩天 昨天晚上就直接 那個誰 這個是誰 這個吳怡軒 他直接就在群組 他們其實沒有公開講 但是就是在群 那個記者群組裡面 講了一下 然後有被記者拿出來截圖 就說明天就沒有記者會了 他們還沒有 你還記得三天前 他們那時候就很 他們就非常想說 我們要每天都開 那個查障記者會 那時候講的 大家都覺得 哇阿伯好厲害 天天開給你看 那時候他不是有句話 叫做面對問題 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結果才面對兩天 才面對兩天 他就不想面對了 第三天就沒有開 我們都沒有哏可以講 你知道嗎 生氣 對 所以我想說不開了 那你們不查帳 那我就自己幫你查 所以像我昨天晚上就是 無聊 你又不睡覺了 沒有我睡一下 因為昨天有點累睡一下 半夜起來吃宵夜的時候 閒閒 因為我想說他們如果 確定更新的話 監察院的舊的就會被蓋掉 我是只能下載新的 所以我昨天就是先 把所有的檔案全部下 他的一萬八千多筆 然後十八萬多筆的捐款 還有什麼 反正我就全部下載來 然後下載來你知道 因為現在以色有很方便 而以色有大家都會嘛 對 你就下載然後給他按一下 那個關鍵字 通通都跑出來了 一跑出來 你這樣用列表一列 你就發現說很多問題 蛤 這樣就很多問題了 像我是抓啊 餐廢 因為你下載下來 可以查關鍵字嗎 就輸入餐廢 然後便當廢顯示出來 然後第一筆當然就是 比較有問題的那個什麼 那個96萬的那個這一筆嘛 這是最有問題的 其他的部分就包括說 為什麼你有一家什麼 這叫什麼 馮山小吃店 你同一天喔 1月12號 同一天吃了三次 而且吃了金那個錢都一樣 為什麼 對而且小吃店 你小吃店你說你吃一萬三千八百塊 OK OK啦 OK也許很多人吃嘛 那你為什麼同一天吃三次 是早餐也去吃午餐晚餐 就是晚餐也去吃是不是 同一天吃三次 而且三次點的東西都一樣 對 你是怎麼吃的 很有趣 而且還不止喔 如果一個就算 你看你再往下看 什麼海福排骨大王 同一天吃了兩次 而且兩次都吃八千八 對 然後往下還有 這是什麼 這叫什麼 唯美食品行也是同一天 然後價錢也都吃五千吃三次 你是要拆帳 為什麼都一樣啊 對 而且同一天 所以你是要拆帳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就覺得說 你一色有排出來 因為在監察院 其實監察院的那個系統 做的沒有很好 監察院系統其實你查的話 你要翻很多 但是你自己抓下來 用一色有一排 東西就這樣非常清楚了 那我排下來你知道 我又做很多很無聊事 因為阿伯還記得 阿伯去年選舉的時候 就一直哭窮說 我們民眾黨好窮喔 我們沒有便當吃 我們連那個什麼 梅子粉都買不起 人家政黨都是什麼 雙煮菜便當 就遊覽車來的 真的 你看他其實講了好幾年 他至少兩三年的選舉 都這樣講的 那我隨便對一比 我就隨便對一比 我就隨便對一比 11月4號 那個便當店在屏東吃了 17萬 17千2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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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200個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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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一下他那天在幹嘛 11月 剛好他就在屏東 戶外開獎 然後對一下地址 剛好便當店在旁邊 900多公尺 然後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你辦活動也是發便當 你看這邊大概也是 你還說買不起便當 對大概也是一兩百個人 那你就現場買兩百個便當去發 然後整天就講說 其他政黨都吃便當 我們都是自己來的 沒有你也是發便當 除非他拿出證據說 他那天工作的人有兩百個 我就道歉好不好 他是拿出說 我們那天都是那個 志工吃 我們有兩百個志工 我就道歉 你們就是這樣子要發 就是這樣子發便當 才叫人家來 你們才有兩百個 你們要是沒發便當 我跟你講阿伯在廟口 孤零零的一個人 好不好 可憐 不過當然要請教將軍怎麼看 黃先生被停權三年 這樣算全身而退嗎 那他本來要主持這個記者會 現在被柯文哲喊咖了 那記者會不開了 柯文哲又能夠鬆了一口氣嗎 再說現在就算民眾黨內出現了跳船潮 可是挺他的人大有人在阿 要慌的是國民黨吧 本來要打山不打磕的 現在山已經退到了這個幕後去了 國民黨怎麼辦阿 你說黃珊珊這個停權三年代表沒有影響 實質沒影響 侮辱性極強 侮辱性極強 實質沒有影響阿 他還是立委阿 對不對 又不當副總召而已嘛 那什麼了不起 他一樣可以做到兩年做滿 立委 第二個 他2026可被選 台北市市長 當然可以啊 用五黨籍啊 用五黨籍還是可以選 然後民眾黨禮讓就好啦 不影響 但是為什麼我說侮辱性極強呢 因為每一個小小說打三打三 國民黨打三打三 柯文哲給他停權三年 哇你還真打啊 你還真打 對 所以我說實質沒影響 侮辱性極強 那可是柯文哲能不能利用用黃珊珊這個棋 能夠安然度過這次他政治獻金 申報的烏龍事件 或者是說涉及這個亂報漏報 誤報 能不能透過黃珊珊就能解決 我覺得看來柯文哲的這個 他的這個規劃是實測 為什麼他叫黃珊珊天天開記者會 因為黃珊珊天天開記者會 永遠在做一件事催眠記者跟群眾 你看他什麼都不打什麼都不回 就永遠在講 誤報漏報 誤報二十塊 誤報三十塊 誤報八十塊 誤報兩百塊 誤報五萬六千塊 誤報五千六百塊 他就是在催眠 然後讓這個記者說誤報 誤報漏報 誤報漏報 他要用催眠的方式 把所有的記者跟全國的這個群眾 認為就是烏龍 就是烏龍 後來他發現這個催眠失效了 你看我們貓貓就沒有被催眠 失效了 清楚的很 完全失效 就是人家跟你講說 那柯文哲你知不知道監察院 四月份有給你一個回函 柯文哲就像那個搖頭娃娃一樣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問到監察院監察院不知道 問到細節細節不知道 問到那個有沒有兩千萬 還是多少的細節 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 柯文哲那個人設是什麼 第一個 腦袋清楚 對 他來演講 他每次喜歡扳手指 第一個怎麼樣 第二個怎麼樣 第三個怎麼樣 第四個怎麼樣 我智商一武器 霸氣 邏輯清晰 科學理性 現在呢 務實還有清廉 現在問你監察員不知道 那個那個杖怎麼解的不知道 不知道 那到底現在是誰在結戰 不知道 細節細節不知道 柯文哲那個人設是什麼 第一個 腦袋清楚 對 他來演講 他每次喜歡扳手指 第一個怎麼樣 第二個怎麼樣 第三個怎麼樣 我智商一武器 霸氣 邏輯清晰 科學 理性 現在呢 務實還有清廉 現在問你監察員 不知道 那個那個杖怎麼解的不知道 那到底現在是誰在結戰不知道 細節細節不知道 這哪叫 哪叫邏輯清晰啊 那哪叫做務實啊 那哪叫科學啊 既不科學又不務實 那更不要講說你的效率跟理性 完全打破人設 這一封信只要是參加過選舉的人 你有對外公開做政治獻金 都會收到 我有收到 但是是寄到哪裡去呢 要看你跟監察院留的地址是哪裡 那你如果你覺得我一定會當選議員 或是我一定會當選市長 你就留市府 就留議會 那我當時沒有那麼大把握 我就留我家裡 我就留我家裡 所以他寄到我家去 所以那個警衛通知我說 那個樓下有一封監察院寄給你的信 我們下來看一下 又齊你知道我是什麼心情嗎 什麼心情 我說監察院 我做什麼壞事啊 為什麼要找我 因為我們軍人你知道 收到監察院的信就是被彈死 嚴重啊 好嚴重啊 我說監察院寄信幹什麼 為什麼給我 我們警衛說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敢下來看一下 我告訴你 我那個電梯 我第一次發現 那個電梯怎麼這麼慢 怎麼還不上來 還不上來 緊張啊 對 你會緊張 監察院這大事啊 下去看 我趕快當場就拆開 一看 原來是我政治獻金申報 沒問題 這才是正常反應 哇沒問題 我心裡真的是放下這個心 然後呢 以後每年我都會收到 我每一年都會收到 為什麼 你的證券金沒有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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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要申報一次 然後他每年會給你個回函 所以你認為柯文哲 如果這一封信寄到他的競選總部 或者他的家裡 應該不會寄到競選總部 因為選完之後競選總部 一定不在了嘛 對 那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寄嘛 一個寄到總統府嘛 就他認為我一定當選 寄到總統府 就寄回家 就這兩個地方啊 你不然 然後還寄到民眾黨 因為他黨主席 他三個地方 那柯文哲如果 人家跟他講 欸主席啊 不好意思 今天監察院寄了一封 掛號信給你 你要不要親自回來猜一下 你認為柯文哲會 監察院啊 什麼單位啊 不要理他了 隨便猜一猜 他一定會說 欸監察院寄信給我幹嘛 我又闖什麼禍了 1313答案嗎 對對對 到底什麼事啊 那你你現在趕快把我拆開 趕快拆開 拆開後 賴給我看一看 正常人是不是要這樣子 對 因為這是這絕對是寄給柯文哲 這是林彥鳳的 其實每個候選人都會收到 都是寄給本人 那本人以外 誰敢猜 請問柯文哲如果收到監 不是我如果 一定會收到 收到這封監察院的回函掛號 請問柯文哲會自己猜 還是說你敢幫我猜照相給我 還是他的助理或是主任 或是辦公室的同仁 就隨便幫他拆一拆了 對 不可能 一定要經過柯文哲的同意 這是必然的 所以柯文哲說 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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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萬是誰講的 我記得他們第一次出來查帳 開記者會的時候 是說1817 對 是柯文哲說兩千萬 兩千萬哪裡來的 是不是這封信裡面說了什麼 那可是有沒有人挺柯文哲 我告訴大家 其實還是有真朋友 柯文哲真的 你不要認為說政治險惡 什麼叫真朋友 中東景 中東景 真朋友 還有 真的朋友 朱立倫是講一些場面話 希望你能度過難關 這場面話 講了什麼 看到中東景怎麼挺的 哎呦 苗栗縣長來了 苗栗縣長 他說他聰明 聰明絕頂 卻不懂人情 甚至有點冷酷 有的時候獨斷專行 他絕對不是一個會貪污的人 這在講食神嗎 對啊 聰明絕頂 所以不會貪污嗎 很多會貪污的人都很聰明 他冷酷無情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這就是柯文哲 不是食神 這在講食神嗎 這是蠻有戲的 貪是人性啊 有人貪名 有人貪利 有人貪權 我所做到的柯文哲 他絕不貪錢 所以他貪利又貪名嗎 哈哈哈 哎呀 真是老實人 真是老實人 可是我告訴你 中東景縣長 真的是夠意思 在這個時候 被全面圍剿的時候 需要出來挺柯文哲 要多大的勇氣啊 所以難怪柯文哲講 你知道他挺我要多大的勇氣嗎 我告訴大家 你會被反噬耶 如果最後你講了這麼多 最後被打臉耶 最後發現食神是不會做菜的 那沒什麼 是人不明啊 對他就講說 沒什麼啊 人都會犯錯啊 挺錯啦 因為中縣長就是這樣 這四個字下很好用 是人不明 性情中人 我都被騙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押對保 你看只有他挺我 朱立倫要這樣這樣 朱立倫主席要像中東景這種挺法 那才叫真朋友 對不對 所以我才講中東景是真朋友 但是裡面我要告訴大家 還有幾個問題 有人認為收是出了問題 其實監察院告訴柯文哲競選總部 是你的收收不是支哦 是收出了問題 你收的錢沒有這麼多 可是你在登錄的時候 多登錄了370幾萬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從收的地方 來做檢核 那可是出了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1月12號選舉前停止關帳開始 你那個政治限定專戶 一毛錢都不能進去 一毛都進不去 你只能提出來 沒錯 所以說他的帳 跟他監察院報的帳 出現了問題 你說沒關係 300多萬補進去就好 補不進去 不能存只能提 那麼他就希望端木正在報到監察院的帳上 做一些調節 可是調節不是這麼好調節的 你知道嗎 每一份小額捐款 柯文哲的小額捐款又特別多 20萬筆 你要從20萬筆裡面 篩檢出370幾萬的監察院的收據 請小草寄回來 你寄回來才能把那個帳消掉啊 那請問你去哪裡升370幾萬的收據啊 所以就亂了嘛 監察院後面知的 你如何去核銷的他沒看 他只看你收的就亂了 所以昨天的記者會 人家說你收帳有問題 你去給人家說明支出 牛頭不對馬嘴嘛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今天不能再開 一來是開不下去了 二來是黃珊珊已經被停權三年還開什麼 第三個柯文哲心裡想一想 糟糕了是不是我真的出錯了 但是呢 講到陳志涵問一下這個東豪 你怎麼看 這個現在民眾黨所面臨的這個危機 那黃珊珊對沒有錯 他現在被這個停權了三年 然後本來要主持的記者會呢 那柯文哲覺得外界的風評不好 所以就把他給取消了 那取消之後 你怎麼看這個止血的這個動作 背後還有什麼樣其他的這個意義嗎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在柯文哲忙著止血的時候 他身邊的女人卻還在繼續的內鬥當中 他最近很多 除了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張曉瑜火大出來罵陳志涵 因為陳志涵 一個黨團主任真的有夠活躍的 民眾黨團的記者會 你也參加 然後陳佩琪有事 你也去救駕 所以你怎麼看這些 然後這個蔡壁如則是講嗎 現在黨內兩個女人戰爭 已經不是我跟黃珊珊 現在變成這個黃珊珊跟陳志涵了 你怎麼看這些狀況 陳志涵 因為兩個女人戰爭社 今天就不開記者會了嗎 是這樣子嗎 這不要嚇我 應該不是 陳志涵 陳志涵是2018年加入市政府 柯彈隊的 從新聞界轉到這個地方來 你怎麼講 當記者的時候 不然當記者當主播 基本上外面都會呼嚇你 因為怕記者 避免記者寫不好報不好的東西 當你角色轉換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性格 以陳佩琪那天他去救駕 又差生日 然後帶他去大澳城那邊拍美照 吃早餐 我講這個叫做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老闆娘嘛 對 柯文哲台灣民眾黨 其實就是台灣典型的中華企業的縮影 老闆娘 然後其實以前是老闆娘管帳 但吳書甄的例子就告訴你 老闆娘不要管帳 要找自己的同學來管帳 那老闆娘落單 無助 一個人在這個捷運的車站的地下道 這個時候第一時間趕到 老闆娘是不是覺得很窩心 當然 然後再帶老闆娘去吃個早午餐 不能沒有你啊 對 然後PO出來 這個時候你會最相信誰 在外面那麼紛紛擾擾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是在工作職場上 一個非常典型 很經典的一個向上管理 不管外面的紛紛擾擾怎麼樣 至少我覺得陳志涵的位置先保住 OK 黃珊珊跟他之間我覺得不大一樣 兩個女人有沒有內鬥我不知道 但是我確定一件事情 黃珊珊還沒用完 用到什麼時候 你看到剛剛也講嘛 像喬喬這個護理師 也翻了嘛 不是只有他 像那個老媽 大媽老司機 所以他們2013年一路挺柯文哲 非常挺啊 對 連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呢 柯粉之間對吵 我跟妳講 他今天跑去找蔡碧如合照 為什麼 認識 你說這些人 以前 以前能到聯絡不到柯文哲嗎 柯文哲到目前沒有給 給他這些十年來的中心的 這些中粉們 一個交代 一句話 對 他們大家心知肚明嘛 柯粉甚不多咧 柯粉還在內鬥 身邊的女人也內鬥 因為你沒有一句 讓人家聽得懂的話 好 但是女人的戰爭會怎麼樣呢 我個人的判斷 主觀判斷 我覺得黃先生用到某一個時候 一定會讓他請辭 或叫他請辭 因為小草的怨還沒有化解 黃先生是最後 因為黃先生只要辭掉他的部分去立委 小草的怨才有個出口 好 然後那一天來的時候 蔡碧如就可以回台北了 因為一直有一個公案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說 講法是真的 一個講法是說 黃先生要去當副市長的條件之一是 蔡碧如要離開市長寺 那天遇到吳昆宜 吳昆宜告訴我另外一個版本 那個版本是柯文哲對黃先生說 我知道你一直不答應 當副市長是因為蔡碧如 我會把他調走 我不知道哪一個講法是真的 好可是確定一件事情 不同的講法 一個確定就是說 黃先生跟蔡碧如 沒辦法同時在一個辦公室 沒錯 或者同一層樓 所以蔡碧如就去了黨部 去組黨 組黨後變不分區 你現在看到的 不管是小牛 張一善 還有一些很多人 那個時候 吳靜宜 都是跟蔡碧如這一條線比較遠遠 黃珊珊也好 後來的黃國昌也好 乃至於陳志涵 都是另外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team 所以蔡碧如那時候才會講一句話 在1月13號投完票數 柯文哲會被台北內群人害死 那麽講 黃珊珊也好 後來的黃國昌也好 乃至於陳志涵 都是另外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team 所以蔡碧如那時候才會講一句話 在1月13號投完票數 柯文哲會被台北內群人害死 那麼講 柯文哲不認識蔡碧如啊 對啊 30年都把他砍掉 他們兩個人是不是可以隨時 隨時打電話 為什麼 他要到台南 兩年前到台南 然後就把蔡碧如 特別從台中叫到台南去 公開沒有講話 可是前後 兩個人不斷的有同一步測 你跟我講這沒有政治動作 我才不相信 現在所有事情就在等 那為什麼 你從朱慧榮那個老媽 大媽老師 他會去找蔡碧如 蔡碧如對某一些小草來講 還有一些說服力 OK 柯文哲現在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能崩潰 所以我才會講說 黃珊珊 發現那個崩潰 如果沒辦法控制住的時候 就需要黃珊珊 因為陳婉會說地方都崩裂了 是 但陳婉會 那個時候也是 蔡碧如的時候跑去 找他去當那個 黨團的辦公室主任的 還是副主任 對 他是主任 然後小牛是副主任 對嘛 也是那個時間嘛 OK 所以他會有內亂 他有內亂 所以 黃珊珊最後一個作用在哪裡 就借了人頭一用嘛 曹操那一段嘛 缺良草嘛 那怎麼辦 就跟你講說 軍序官貪污嘛 就砍他的頭啊 那劇本當然不會 不會像我們看的三國演義 這樣造演嘛 最後你就知道黃珊珊的用途在哪裡 而且要砍得很 剛剛好 新華城他參加多少會議 你還不能砍過頭 所以是黃珊珊跟陳志涵的內戰 還是黃珊珊跟這個蔡碧如內戰 還是誰跟誰內戰 最後其實還是回來看柯文哲 當柯文哲需要誰的時候 誰就會留下來 而且小平那天還講嘛 三大案就是 從黃珊珊在柯文哲身邊 蔡碧如離開以後開始的喔 所以到底有多少的這個 把柄可能在黃珊珊手上 所以這是柯文哲現在提的原因嗎 不管有沒有把柄我們知道 我就是講一個 他們總是一起開會的嘛 而且不是一次嘛 政治上你要怎麼講嘛 我所講的這些事情 在2014年的時候 2013年14年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講大巨蛋 他講大巨蛋每一件事情 你在精華城裡面 是不是都可以找到 對現在都應驗在自己身上 這回力標來的可快了 那另外來看到的是呢 現在很多媒體都大戰 拜登活過來了 為什麼呢 但是對比喔 習近平在神隱了 二十一天之後 終於露面了 可是人在國外 還是不敢面對國內經濟 已經悲慘到 連名校的女生 竟然都可以被餓死喔 一折一折來喔 今天國際上有一件大事 民主黨現在在芝加哥開 全國代表大會 賀錦麗已經確定 代表民主黨出來了 那現在呢 賀錦麗據他們 美國的一個媒體的說法雙贏 全國總民調也贏 目前在七大搖擺州當中 他是五勝一平一輸 所以目前賀錦麗非常的很可能 當選下一任的總統 那當然還剩九十幾天 我們先來看喔 民主黨黨綱 居然把對台六大保證 首度納入到整個民主黨黨綱當中 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天要下紅雨的 天要下紅雨喔 對台六大保證 各位知道這個事情來龍去脈 我一分鐘趕快說完 花生總統吉米卡特 把台灣賣掉了 台灣賣掉完之後呢 吉米卡特當選一任之後 後面沒辦法連任 後來雷根起來當總統 雷根起來當總統 他就對台灣取獎了六大保證 雷根起來當總統 雷根起來當總統 他就對台灣取獎了六大保證 請問雷根是哪一黨的 共和黨 現在是民主黨黨綱把雷根的六大保證 首入納入他們的黨綱當中喔 這個狀況就像台灣國民黨 把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放進他們的黨綱當中 各位就是這樣子喔 但現在先跟各位談 這件事情確立了 第一個中國無法威脅鄰國 維持了台海的一個和平 但美國重申一個中國 美國重申一個中國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來看喔 2030美國中國的核彈頭 將達到一千枚 拜登現在同意喔 要調整美國的一個核戰略 那當然怎麼調整 現在要來看 現在讓大家看不懂的是中國 中國這件事情很麻煩 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是令人完全不了解的經濟模型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什麼叫債權呢 全世界都欠我錢喔 連美國都欠他錢 現在中國還是全世界公債持有最多的喔 可是呢正常來說 你是這麼大的債權國 你的經濟應該要很強才對啊 尤其這個大家看不懂耶 現在全球最大的債權國 國內的經濟疲弱到 今年居然單單銀行喔 倒五十間 就倒了五十間 單單銀行倒五十間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說過嘛 A股的一個部分的話 去年重整二十五家 今年到八月重整二十四家嘛 這個是完全看不懂的喔 今天又爆雷又爆雷一家 全中國最大的4S店 他們那個4S店叫什麼呢 銷售維修精品 這個全部都包在一起 這個有家公司叫廣匯汽車 是上市公司 第一個這家公司最近撐不下去了 已經開始拖欠整個公司 門市也都關門了 瀕臨整個下市喔 他們居然幹了一件事情 他們把客人的新車合格證 跟備用藥食拿去抵押 抵押完之後 我問各位喔 車子拿去抵押 抵押權給銀行的 車子是誰的 是銀行的喔 車誰買的 是個人買的 是車主買的 現在說奇怪了 我買的車為什麼 不能開回家呢 銀行說不對啊 這個車已經被人家抵押貸款了 所以現在這種糾紛各位 這個這麼大的汽車公司 開這種糾紛 如果在台灣倒了50家的銀行 在台灣有哪家汽車公司這麼幹 我先跟各位說沒完沒了 對 他們現在就直接這樣喔 我再跟各位說一件事 這個很可怕喔 人你去買了車 付了錢 付了錢之後 結果你不能把車開回家 為什麼呢 車子抵押給銀行了 這個經銷商要怎麼做 這經銷商要怎麼做 好再來呢 要進入到這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中國現在公務員降薪 所以他們說景日子來臨 而且這波的景日子 讓大家看不懂的 都是過去最有錢的地方 杭州 山東 北京 然後在整個深圳這一塊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為了要過景日子呢 開始做很多特殊的調節 這些特殊的調節呢 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了 冷氣喔 不要開那麼高 現在冷氣過去可能都開二十四度 二十五度 現在開二十六度 二十七度 降低空調的一個整個溫度 減少食堂的一個菜色 現在呢你去公家 他們的公家很怪喔 都有吃飯 他們共產黨找到公家機關 都提供飯 都簡單的說就是你去吃 你去上班一定有的吃飯就對了 減少食堂的一個菜色 壓縮公務員的一個開支 這是一件事情喔 但現在經濟提升不了啊 那經濟提升不了呢 我們來看喔 廣州的深圳大橋下面 居然住著大批失業的青年人 這個畫面看得非常驚悚 為什麼呢 這些人呢 他們每個人都是好手好腳喔 他們說我們不是自願要住在這邊啊 我們現在就沒工作嘛 你只要讓我們有工作 我們就去做囉 你只要給我們有工作我們就去做 但重點就找不到工喔 這些這件事情很麻煩對不對 但最近中國有兩件事情 炸了整個全中國的鍋 甚至一趟路燒到新加坡去 我們現在談第一件事情喔 北京有個名校畢業的女生 一趟路跑去西安 去西安之後呢 據傳她是要考公務人員 又起考上了 考上了之後呢 結果為什麼會在租屋處活活餓死呢 她對人生悲觀啊 據傳她考上之後被霸凌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當地的長官就說 有一個比你更有背景的人 你的位置呢 暫時讓他先頂 跟我去想喔 公務人員是這個畢業的 是這個北京名校的女生考上的喔 但有一個更有背景的人 你的位置讓他先頂 他是活活氣 當然也餓死了啊 也沒有錢也沒有錢喔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江西有一個江 鄉書記叫李佩霞 這個李佩霞他的長官叫毛奇啊 據傳這個毛奇呢 常常因為這個李佩霞 就外貌長得還不錯 這個毛奇呢 很多次叫他晚上過來喝茶 對他有非分的要求 然後呢 後來被長官毛奇性侵喔 他的爸爸很生氣 他的爸爸很生氣之後 就具名舉報喔 中國他具名舉報 就是我把我是誰誰誰 什麼誰 在時間地點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具名舉報 具名舉報完之後呢 各位這件事情很扯 發生什麼事呢 結果這位叫做李佩霞的 他是所謂的鄉書記嘛 他是被姓氫的人 他是被姓氫的人喔 江西的書記李佩霞 被縣書記 也就是說縣是鄉的長官嘛 被縣書記現在第一個雙開 中國他們一定常雙開 為什麼呢 雙開第一個 開除你的共產黨黨籍 開除共產黨黨籍之後 中國只要不是共產黨黨籍 不能夠參加公務人員 這個叫雙開 雙開完之後 竟然還起訴 結果這件起訴完之後呢 現在事情大條了 為什麼呢 這一位叫做李佩霞的 他有八段的自保錄音 他就把這八段自保錄音丟出去 他現在還在關喔 憲哥各位說他還在關 還沒放出來喔 新加坡的聯合早報 這件事情他們也很火 他們就說 你不能夠因為你跟長官的關係好 性侵人家的叫毛齊 毛齊沒事 可是佩霞現在居然要雙開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 重點會放在最後這一段就是 中國那種很多事情無奇不有 可是各位去想喔 一個鄉書記 他的長官叫憲書記 結果他被性侵之後 憲書記沒幫他說話不打緊 他還被雙開 目前被起訴 還被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新加坡的媒體看不下去 直接把這件事情抖出來 各位就曉得 中國很多事情到現在還是